出烟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习惯,然而它确实可以帮助很多人还有劫难,尤其是在压力巨大的娱乐圈中,每个明星似乎都洗好这一口。 好,接下来小便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明星们都有谁出烟,出的是什么品牌的香烟吧,上一身价烟不离手的四位明星,都抽什么烟,牌子绝对让你意想不到胡歌,他也是一个很随心的明星了,凭着他的那一部先见电视剧,也是让他身价暴涨,并且现在的胡歌在娱乐圈中也是非常的活跃,曾经就有网友付出过, 胡歌在片场和活动现场当中抽烟,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雅观,比赛毕竟是公众场合,而在早前的时候胡歌是酷爱芙蓉王的,但是据说他也会偶尔抽穿中华,黄博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,出生在农村,自然生活都很接地气,至于黄博抽烟,也是非常的低调,黄博经常抽烟的牌子,是家乡的白将军, 价值也就九块钱,有人曾问过为什么喜欢这个,他说抽了很多年,习惯了这个爱,著名导演冯小刚,他的名气是不用多说的,比很多的男明星高出太多了, 身价更是不用说,他拍过的电影就没有不好看的,他也是非常的喜欢抽烟的,这也导致他的牙齿是比较黄的,他也丝毫不避讳,有人爆料他喜欢抽六块钱的中南海香烟,十几年都不变了全志龙,作为韩国的高人气偶像明星,在中国他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,可以说他的人气在亚洲都是爆棚的, 早前就有人拍个全志龙私下有抽烟的习惯,并且有人也特地调查了一下,爆出了全志龙抽的是合约15元人民币的金色万宝路, 他对这款香烟也是情有独钟,顺便闻心提示大家一下,吸烟有他健康,还请中网友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, 吸烟会降低人体的血液循环,使血管收索造成血管堵塞,同时会使体内堆积脂肪影响身体健康,这样体内的血液循环不畅,对导致手脚冰冷,同时由于血管的堵塞,还会引起关心病等心脏疾病,吸烟时吸入的有毒物质,还会破坏肺部气管的细胞,导致肺气种及肺癌等疾病的发生。 感谢观看